他是开朗活泼的老顽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喜欢庄老师 但也有人挺烦您的 您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有一个嘉宾说 说您长得有点像叛徒 这都是你说的 不是不是 这嘉宾可就在观众席里 到底我们这么多观众是哪一位说的呢 谁说谁自己心里清楚 一会我会问您的 好 因为他刚才在外面专门跟我说了一声 他说你说这庄严怎么长那么像叛徒呢 这个一开场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位叔叔一直喜笑颜开 说明遇到好事了 叔叔您好 应该是我们选择的老朋友了对吗 我就天天老看咱节目 是吗 我不看咱节目我睡不着觉 那我想问您个问题 您问 说老庄长得像叛徒是您说的吗 我可没那么说 我俩人说呀 那是恩人呢 哦 是吗 为什么是恩人 为什么是为我们老年人解除后悟之忧啊 您想我这老年了 快七十了 找着老伴真不用眼 找着了吗 找着了 哎呦 真找着了 真找着了 今年我还带来了 哎呦 姐姐好啊 您好 您好 姐您有点紧张吧 有一点 因为您的手里全是汗 肯定是紧张了 天呦 他应该是很幸运的 这个节目我看了 这个男士 女士我都看了 我说必须得感谢咱来目睹 谢谢 谢谢 我让你请人吃饭呢 是吧 什么时候啊 快了 马上就快了 今天您来到这里 您还记得当时来录节目是什么时间吗 有差不多一年我有印象 小样录的 是吧 张先生 对 观众席上的这位先生 名叫张红珍 今年六十八岁的他 曾在二零一二年十月亮相选择舞台 知道您要来找老伴了吗 给他找一个奶奶 知道 我跟他说了 跟他说了 他什么态度啊 他说爷爷你到那儿 给我找一个奶奶 回来到时候能给我做饭吃就行 嘿 我说咱爷俩一样 太实际了 我也想找一个做饭 节目播出一年多之后 张先生再次来到现场 除了向大家报喜 他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呢 现在幸福吗 幸福 特幸福 特幸福 多幸福 我都激动了 您能告诉我现在的生活和过去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吗 现在每天特别高兴 这是我的儿子 您好先生 儿子开车来的 说爸你妈去 我说我一家边上哪来没找到幸福呢 他也疑了 我说我带他来 我说爸 其实我来吧 就开车 我说我自己坐车来就行 儿子还有闺女 特别支持我 谢谢 说明现在您的生活特别幸福了 特别幸福 我现在老伴给我做饭 吃喝老陪着我玩 上公园上哪儿去都行 上下车都扶着我 过去呢 过去我孤单一天到晚在家里头 除了看您的节目别的什么不看了 上岁以后找有一个伴的话呢 从今日上有一个支撑 生活上有一个互相照顾 你组织节目 那我必须得看 我儿子就是今天冲您来的 真的呀 小伙子您好 您告诉我爸爸的生活确实有改变吗 有有有确实有 阿姨对爸爸好 挺好 因为我们平时工作都在外面 照顾不了我爸 有阿姨照顾我爸在我爸身边 我也挺直足 你跟阿姨关系好吗 好好好 这阿姨收拾你吗 阿姨不是收拾我 我一看这个阿姨也眼圈红了 您好 现在这个您跟叔叔在一起 幸福吗您觉得 我觉得行挺幸福 你看你这表达没有叔叔志热 叔叔说特别幸福 您说挺幸福 特别幸福 哎呀 儿子说你们关系特别好 确实是这样吗 是 他们欺负您吗 不欺 哎呦 这怎么听不出一矛盾来呢 小伙子 听说你今天是笨我来的 对对对 您是要找对象吧 不不不 我可不敢 有对象了 对对对 好 那你们今天来干嘛来了 我主要是 第一报喜 这我知道了 对 第二呢 第二是主要就是我感谢你们的剧组 嗯 感谢 为这些中老年人搭建这么一个平台 好 那第三呢 第三就是 祝愿我那个后台那叔叔 后台那叔叔 对 后台那叔叔是谁 是我的老战友 多年的老战友 哦 合着您自己解决了 赶紧给别人张罗张罗 复一辈子一辈 我觉得我这正幸福 他特别孤单 嗯 后来我说你也来吧 他不来 嗯 我说不来也不成 我说我给你报兵吧 所以您今天来 其实第一来报喜 你们看到你们几位 我特别高兴啊 对对对 第二呢是为了幕后的这一位 你的好朋友 好朋友 几十年了我们 哦 他的嘉宾团还可以是吧 对于好多老年人 在之前有过婚姻经历 那么对未来的生活 其实没有抱特别大的希望 对 就觉得老年了 有儿女咱就这么着吧 第一呢 就是说要考虑自己的年龄 嗯 恋爱类都是年轻人的事 觉得觉得离我们特别遥远 但事实上呢 当一个人出院在身边的时候发现 自己甭管是50的也好 60的也好 70的也好 一下子就回到了18岁 真的是那种激情澎湃 别别 赵金 我问一下 你们这个爱情 您感觉回到18岁了吗 我 我好像我重新刚第一次结婚 我那儿子 儿子 儿子 俩儿子 我跟我孙子一块儿都是结婚啊 哎呦 天哪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相亲嘛 但是我对这个不抱什么 不抱很大的希望 因为我觉得这个婚姻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我们今天呢首先登场的是一号男嘉宾 一号男嘉宾呢 他的亲友团就是我们台下这三位 我特别高兴啊 我觉得这也叫爱心传递 就自己幸福了 咱得把这个幸福的源泉传给下一个人 让每个人都幸福了 我不知道这位叔叔 哎我应该叫什么呀 叫大哥还叫叔叔 您说 咱们叫大哥吧 叫大哥是吧 好 这位大哥 确实长得像叔叔啊 对 你叫大哥 我叫叔叔 这不行啊 叫大哥就行啊 对 真的吗 对 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小新台阶啊 真是 您好您好 我爱我特别想见你 这回还真见着了 见了我本人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 长得有点难看 哎呦 这么漂亮 那真正的美女 你说 今天那某些人就没来 你说他来他得受多大打击啊 是不是 他们老欺负我 他们说我 这不爱不爱的 欺负你找我 是吗 那我最起码能度等一秒 一号男士张福仁 55岁 北京人 职业铁路职工 在京有房 选择语录 为了爱情 我什么都豁得出去 性格开朗 幽默的张福仁 曾经作为张鸿真老先生的亲友团 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他有一个特征 喜欢一些小动物 你知吧 有些喜欢猫 我 哎 你真说对了 他还这么养过 单身三十多年了 他就为了他孙子 他这孙子 他一直给养着 一直养着现在十六十八了 没带来呀 下礼拜给你带来 我这人啊 比较随和 一般场合上 我也就是嘻嘻哈哈 大大咧咧 我大哥有事呢 我必须要去 我也必须要到位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的事就等于是他的事 这人心直口快 挺仗义的 其实我这大哥呢 比我仗义 在去年我生病的时候 他呢 亲自开车接着我 送过上医院 然后搭点滴什么的 后来一看不行了 住院了 然后呢 又给我做饭 又帮我归着屋子 我曾经劝过他 我说 必须这年龄 得找一个老伴 其实我 这也不 一开始我真没想找 我就想这么凑 稀里糊涂过圆了 满堂儿女 不如半路夫妻 我跟我兄弟 是那么说的 所以呢 我这次呢 准备 在这次选择上 我单次主角 张先生决定 走上选择舞台 寻找幸福 跟老朋友的苦言相劝 密不可分 除此之外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特别重要的目的 究竟张先生 缘何下定决心 来到选择 接下来 咱们继续关注 今晚的节目吧 看您其实年龄不大吧 没说大 五十五 五十五岁啊 那怎么走路 都有点这样了呀 不是 我这已经 也可能是我那什么 多年代那什么吧 那什么呀 宝经风霜 宝经 也就是说 您经历了太多事 对 酸甜苦辣事 我说的 他看着他走路 我说是 哦 他一上场 我就看 他腰好像直不起来的感觉 我就说 第一印象呢 我就觉得 还没有演员 我想要再了解一下 那是您大哥吧 那是我大哥 也是我那什么 他现在确实很幸福是吗 绝对的 他是不是老跟你面前秀幸福呀 那个不 那个我大哥从来特规矩 规矩 对 您的意思是秀幸福 他有大有小 人家从来不那什么 他会当着人面 叫他老伴 亲爱的宝贝 嗯 也叫 但是不是那么叫 那怎么叫啊 特别严肃地叫 您平时怎么叫啊 我俩家一般的 我 我 他要做饭 我也站着陪着 嗯 有时候他不在 我跟你讲 我说宝贝给人端菜 宝贝 哎 哈哈哈 我宝贝有时候急着我 当着我孙子 当我儿子 我就 贝 贝我就那么叫 他一把呀 我不叫他 不叫他名字 也不叫他姓 哎呦 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太厉害了 真的真的 我我特别羡慕 其实从来没有人管我叫过辈儿 哈哈哈 建宁老师 你以后管我叫辈儿吧 行 哎呦 我现在就开始期待 您这 忙啥呢 您这 我看您跟那我大哥说话 我都 有点着急了 哦 您好平座啊 您着急什么呀 我那一说 我是主角啊 哈哈哈 这人看着挺开朗的 开朗 嗯 开朗 属于外向型 这人 张先生 您在铁路做什么职业呀 最早啊 是装卸工 那好辛苦啊 哎呦 那是 那天我一人 不管说一个人俩人 怕卸一个六十吨 四十分钟绝对到位 那六十吨的 哎呦 他是六十吨的车皮 装四十多吨的 啊 四十多吨 什么样的东西最沉 有一种叫铁砂 小砂袋 哎 那家纠纠 那是真正的装卸工 那是拿手 那我那想我那手 这戳着沙子玩似的 可是现在不行了 就是最初您是装卸工 后来呢 后来是 想想那个 那个领导的号召吧 就进了列车 列车这行了 当时我们的服务宗旨是 就是倒水的问题啊 我的天 我得想 倒水的问题是 你把我憋出个毛病来的 这叫 李克这个杯子不能那么倒 嗯 比如有讲的 拿过来 就是不接杯不倒 嗯 不端杯不倒 那是我以前跑北京到成都 啊 北京到成都是 2048公里 是1000多座桥梁 396个山洞 哎呀 川秦岭是月黄河 嗯 你知道吗 八百里平川 也叫八百里秦川 就是江泰宫钓鱼 其他那个蔡家坡 也叫七山县 这人文化水平不高 嗯 是吧 学历 哎 你喜欢他 又是你身上吗 是吧 他要喜欢 必须说喜欢嘛 不是说 嗯 这对人也尊重 您当过车长吗 车长吗 你要说我没当过 我觉得有点那什么 你要说我当过嘛 我又不称职 我这喜欢玩 嗯 当时广顾跟旅客这热情的奔放 跟旅客聊天 把这自己的当时那种身份就没有了 嗯 所以后来我们这 把你给撤了 没撤 你放心 领导确实想提我 嗯 我这人呢 叫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什么意思 牵着 不走 打着倒退 打着倒退 对 结果呢 等会也明目过来了 也醒目过来了 明目过来 我天哪 等会也醒目过来了 也就 时间岁数已经到了 不是 你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吧 不 真的 这我一开始 不是说嘛 我说是这样的类型 你不喜欢啊 嗯 说了 但是咱们刚才 我说你要喜欢的话 你不先上 我不上 刚才咱们不说嘛 对人要尊重 不能说人家 那个不好 我看民的一身穿扮啊 我就觉得您应该现在生活无忧了吧 其实打我 记事以来 到上学 老师就说 上学 老师就说我 大脑就挂了 聪明 就是不往这那儿走 嗯 所以我都不想什么 我就说 刚才我躺那儿都睡着了走 你看 我从来不想 那烂紧张 什么样 你躺哪儿睡着了呀 就那山坊上 观察室 你是不是做梦娶媳妇的呀 好像是有这么点 但是这个 你不想看台下 台下有你喜欢的人吗 有啊 这不我大哥还有这帮观众 嗨 跟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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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死你们了 我说不好的一句话 你知道吗 我想死你们了 是吧 哎 关键是 呃 我问您的问题是什么 您想知道什么 不是 我刚才问您的问题 您也没回答我 我问您 我说您现在生活无忧了 是吧 对 现在是无忧了 海外大了 嗯 嗯 呃 那个 人家幸福走了 什么意思呀 就离婚了 哦 人家幸福了 其实我们 呃 其实我们离婚并不像人家说又丑 那没有 就两句话 过不过 不过了 离婚 就 就走了 那 那他现在过得好吗 我实话不凡您说 我连知道老人家在哪儿都不知道 我能治他好吧 那你女儿也没说过吗 我还妥了去 我们女儿也不跟我说 那您离婚是哪一年的事啊 嗯 好像是10年吧 那10年您都50岁了 对啊 人都感觉心悲 其实我也感觉心悲 可是那天 当时离婚是没觉得怎么着 三天以后变了 快成神经病了 嗯 就是不 就琢磨过了 这不应该离婚 我曾经做过一个节目 叫美丽的女人出走 大伙儿有看 我们家我其实觉得漂亮 还是特别温柔 2010年8月 张先生和妻子 因为喝酒的问题 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赌气离婚的妻子 立家出走之后 张先生后悔莫及 万般无奈的他 只好借助电视媒体的力量 寻找前妻 后来找回来了吗 没有 他看了节目了吗 我不知道 也没跟您联系 所以到现在一个电话没有 那您当时为什么离婚 我还没听明白 这不是我说了吗 也不因为什么 就是当时那种大脑一热 离婚完婚以后后悔了 所以说不要找漂亮的 漂亮 往往成为一种 一种 成为一种什么负担 那你让女儿给做个工作不得了吗 女儿 女儿跟我来这么一句话 前一个月之前 春节之前 我感冒了 这回这感冒有点邪性 真咳嗽 其实我一住院以后 后来我就是 哎呦 你知道 当时就跟我就跟兽型似的 手上 胳膊上 胸上 然后 这个还有什么位置 脑袋上 还有什么 突然就全给我做了 我整个全面检查似的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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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啾 什么 我 等会 啾啾 啾啾 就是好像测血压膏什么的 雪压膏 雪压膏 哎呦 她这一集 当时我 我当时还只有点发 一开始咱们不知道 抠口和啾啾 看 这就浮好眼泪来 这就是我的代表 然后呢 你太可爱了 不是 我觉得谁跟您给我挑意思的 这人 其实我 简单 其实我这四肢发达 嗯 你听说 我可没说 不我 我说的是简单 我可没说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我都不说了 她挺乐呵的 乐观 看着比较实在 你像我一般的 那你女儿没去吗 当时 去了 就因为我们家女儿 说这么一话 爸 离婚了 知道吗 就这么一句话 完了 女儿这句话的潜台词 是不是谁要你离婚的 不是 那女儿的潜台词是什么 那意思是 我妈离婚了 我凭什么看你了 这不完了吗 多简单啊 现在我呢 也认头了 我这 我说 我说我也走访一下 这个选择吧 走访一下 好 您今天是来走访的 我今天就是 这叫什么 走进选择 其实我还真 看上这块一个人 看谁了 这女的真阳光 姓高 高小健 高小健 上场了 丢死了 为什么丢人啊 丢好别人喜欢你啊 我没有那福气 我就是 见仰不见仰 就说 没那福气 但是呢 我得 我佩服人家 是吗 您佩服她什么呀 嗯 佩服她什么 就说人家那种女人 有那种气质 长得漂亮吗 漂亮不漂亮 反正这个 比一般的女 反正比一般的女 强大呗 最新款的 有的女 您觉得建英老师漂亮吗 这台上 这一片 我跟你说 就她最阳光 你只有把我又给烧了 这块 有吗 你给那 你俩都 不是 没事没事 这块的女人全来 全阳光 没事 别走 好吧 哎呦 哎呦 你多幸福啊 你会是 刚才我 咱们不是说了吗 刚才就说是 对人家尊重 就说是喜欢 哦好 说好话 哦对说好 不好也得好 对了不好也得说好 关键是对人家尊重 她自我评价挺准确的 简单 就是有话直说 是吧 对 就是北京那个 老爷们那标准的那种 就是说话 就是不太想后果 不太考虑周围人的感受 说的全都是大实话 对 不走脑子 有一句话呀 就是说 我们对生活的一个标准 就觉得知足常乐 所以对您来讲啊 您说这个 反正孩子也大了 咱日子还没退是吧 没退 还没退 但是收入 按年龄 论资排辈 咱也排到那个 相应的一个高度了 有党子 有党子 就咱这个消费 那钱 是不用担心的 什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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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 张老师 而且还 而且还 很多 很多 明白 铁路收入挺高的 工资 它这个收入很固定 我小的时候 我就是 善说 而且是 我们家住的那位置 就是部队大院 我喜欢看什么你知道吗 看那个军事 那个题目 小日本想 侵略中国 那是不可能的 您喜欢的那人叫啥名 姓高 高 小名 小 剑 不是他大名叫什么呀 就叫高小剑 人家那天 那女人 那才叫 那才叫女人呢 真的 这 这种女人 啥样的 啥样的 你学一下 啥样的 说 他能拿出那女人 撒娇那劲儿来 他喜欢你这样 类型的 会撒娇的 先生会撒娇吗 不会 不会 会会会 我们现场的观众中 不知道有没有姓高 叫小剑的 看完这片子 他站起来 说明天来了 那我马上进一礼 跟他握一下手 我握完手 因为我特性 我这一生 都高兴 关键事啊 先生 因为在录制节目之间 就我进这个演播室 之前 我还在问这个编导 我说到了吗 编导说还没到 到现在 我不知道现在 有没有这位 但这位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请看大屏幕 只要是看马电 我知道你这个拉丁 手腕没有啊 对对对 对对 肚子 那个 然后呢 那个大家把那个腹部呀 收起来 这样子啊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你看马电是这样子的 然后一定要 然后收起来 马老师 那个我教你拉丁 给我找一个那个 帅点 马老师这样的这个男士 合适吧 合适合适 合适 好明白了 赶紧 这样这样 气了咔嚓 气了咔嚓 拿下 我本来想 今天跟那个叫什么了 那个他叫 庄严 庄严 人家说 算阴森森的 我想看来 到底怎么阴森森的 没来啊 我转告他 我说 有人对你这个阴森森 很感兴趣 他想见一下那庄严 阴森森的 没来啊 你看 这不是我说的吧 是人嘉宾说的 庄严来了 哈哈哈哈 我有看他怎么阴森 这大姐我没见过 但我也喜欢 这性格太牛了 你觉得到了吗 我感觉应该到了 那你看一下吧 我 来现场观众 能我看 钟 是边上这位吗 嗯 不是不是 这人 他哪能去跟人家一起 哈哈哈哈哈哈 能不能不上 不上去那屋子啊 我跟他 您是准备 先见一号女嘉宾 还是先见高小健 先见那个高 高女士了 那如果高女士 现在说她现在不想见你 你还见一号女嘉宾吗 那我就不见了 为什么 我就 我先休息一会儿 就完了 为什么呢 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就觉得人不错 那人一号女嘉宾 万一也长得 跟王健一老实似的呢 我跟你说 他就长得跟 牡丹花似的 知道吗 嗯 我就 你也不见 我见 在后的见 后的看 我不都上这 你都说了 你不见 你在 看对你多执着啊 太钟情他了 先生 你的这个兄弟 能隆重推荐一下吗 这人心知口快 你别看他板大腰圆肚子什么是没有 除了吃饭睡觉 有啥说啥 每月的工资呢 老是花不完反正是 真的呀 那大哥你可以给我 我都花的吧 反正是 闺女吧 现在新新村的房子给闺女了 她自己现在还有一套房 嗯 我说你这个吃饱了 老混天黑也不行 这岁数 嗯 就刚才她说那有病 嗯 有病的时候她就说了那么一句话 说了说你妈也不来看我 闺女当时就给她伤了 嗯 她说我妈跟你还有关系吗 嗯 跟你没关系啊 嗯 她就伤心了 这么着我就老劝他 我说上选择你再选一个 嗯 老老实老实八交的 没心没肺的这么我这个同事 嗯 在我们车班里头 我们车车族里头 甭管男的女的都 都喜欢他吧 都喜欢他都 拿着当火宝 拿着当火宝 像熊猫一样似的 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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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 我不是 我知道我知道 我是喜欢你 这个美心 来来来 咱们再上吧 关键现在我很着急 这个一号女嘉宾 现在已经被 张老师带到台后面了 对吧 生气了吧 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一号女嘉宾说了 说您刚才说那话 太不好听了 嗯 什么叫那个 高女士来我就见 那一号女士 我就下边去见 嗨 这有没文化 就这么说话 我这没文化 问题现在人家叫上那枝了 人家说 这个张先生这么说话 那我错了呗 给道歉呗 这 那您敢给人道个歉啊 那磕一头子就行 哎呦天啊 哈哈哈哈 来 姐 来吧 别生气啊 哦 还有说没心没肺的 哈 哎呦 行 说得挺好的 高姐 哈哈哈哈 谢谢我这么说 我真的这么说了 我真的这么说了 哎呦 欢迎你啊 欢迎你 你也太瘦了 是不是啊 她很特别漂亮 哦谢谢 太漂亮了 先握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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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哎呦 哎呦 我那个 您手头那么凉 那怎么 我 我 我下了 我那个衣服啊 我那个 跟他们握点手 哎呦 这俩的感觉已经 就好像已经一家人了 是吧 我跟他们握个手 阴森森的 阴森森的 阴森森的装员 我觉得你就是我的 我不像 哎呦 谢谢 谢谢 一号女士高小健 58岁北京人 一役职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技术人员 选择语录 年龄不是问题 我想寻求 有素养的男士 在2014年2月16日的 选择节目中 高小健女士 初次亮相 我一上台吧 你知道我一个什么感觉 我说你们这拉丁 我都不会跳 嗯 我就觉得我老大了 真 马老师 那个 我教你拉丁 你给我找一个 那个帅一点 我找一个 帅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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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朗阳光的性格 引来正多男士的追求 今天来到现场的张先生 便是其中最狂热的一位 请坐啊 好 现在您的心情 谢谢 您坐吧 您坐 您坐 好 咱俩不用说您 您坐 您又说了 我这那我坐了 先生 心情怎么样啊 这叫 我是一号女嘉宾 就我现在是 您坐 我不管你几号 您就想见他 这我搭的目的完了 对不对 他刚才说了 跟您握一次手 他这辈子 就踏实 握了吗 握了 走一遍 哎呀 这两人合适 他俩性格 完全不能合 这个男方呢 我看着呢 性格也是开朗的 高小剑呢 性格也是开朗的 哎 你会不会觉得 这先生挺优秀的呀 优秀 嗯 好 那个乐观 善良 非常好 我怎么突然觉得 你俩是挺合适的 啊 这 那个 他这个 可能还不太了解我 嗯 其实 对 对 就这话说对了 你为什么 不太互相了解 我就在电视里看你们的 嗯 就我现在看真人了 但您想想啊 在电视里看一下 然后就喜欢 然后就觉得 这合适 这个得了解 是不是有点 一见钟情的 那个感觉 他是 对 一见钟情的感觉 从来没有人 这么夸过我呀 我都记得 那我夸了 对对 我想 我希望有男的夸我 也太好了是吧 真的吗 哎 我跟你说 我还最想要你让身体下去 我现在正在减肥 你这多苗条 对 你俩聊聊吧 我也在减肥 也许您找了对象 就不用减肥了 我还是撤吧 我觉得我要在这挺碍事的 别别别 我觉得我就是一灯泡 别别别 我说 你不是灯泡 只要发光 嗯 就行 是吧 行 我是昏暗的小灯泡 你俩聊聊吧 嗨 可疑那你先说吧 那个 说什么呀 没事 咱们就等 你问吧 你问我 我这人吧 就是实打实说 嗯 我要是赞扬的女人 我就配合你 你那个就是 你就是一面之交 那不能就是 就说就 是 我知道都在慢慢的观察 慢慢看呗 你看我观察案 张老师都有五六年了 所以我觉得他 他是我偶像 对 然后他是你 阴森森的偶像 对啊 还有 对啊 他阴森森的 今天终于看一下 我觉得他比马尖 确实阴森的 是吧 但是我喜欢 最有阴森森的 就喜欢阴森森的 完了 那我一点都不阴森森 你肯定不喜欢我吧 我也喜欢你 你是属于那种 也有点阴的 但是 这代理行 这代理宽人的方法 就是谁越阴的也好 匹配度太高了 并且他们这个 说话的风格 特别详细 感觉啊 也不一定啊 而且这女的是搞文艺的 是个白领 这男的是个 是个蓝领 你认为他们俩般配吗 您对面那位阴森森吗 他非常阳光 一点不阴 他就是那个 他不要阴 你说我提醒您注意啊 您看这些人脸红的 他本来是个好人 我平时也脸红 但是我这个 没看出来啊 你刚刚跟我说那么半天 连QQ和啾啾出来 您都没脸红 这位女士啊 咱不开玩笑了啊 咱们说句实话 您对这个先生印象怎么样 我挺感动的吧 但是挺好的 什么叫但是挺好的呀 我觉得挺好还行 看着这个女方呢 她要求必须要 男方长得帅 我觉得这点不符合 其实您看 她刚才说 跟前妻离婚的那一段 就说明她那个时候 有的时候有些不成熟 但是她今天 如果再有一段感情 她一定会非常的珍惜 而且说实话 我要是一个先生呢 我可能对您这样的女士 我会觉得驾驭不了 就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她却说 她说我就欣赏这样的 你看她说的每一句话 都像撒娇一样 哎呦 这就是真的 真的 她刚刚跟我说的 我跟你说 其实你有和你这动作都是 那种女人的动作 怎么的 我不是说好像怎么着 其实我也太急 我也怕 我本着我这人馋 喜欢吃肉 完了那 三高 我倒是不高 长得也不高 就说这事 就说您这每个动作 就跟小样似的 就那手 真的特别活泼 对不对 真的 哎呦 王康 这样的 就这样的 您说好像在这奉上您 咱们北京的女人多了 哎呀 长得漂亮的也有的事 嗯 不漂亮的也有的事 嗯 对吧 长得跟蛆蛆的也有的事 哈哈哈哈 你不是说我吧 哈哈哈哈 昨天还有一观众说 我长得像一锅锅 那天说我长得像蛆蛆 你 你绝对不是 你漂亮 阳光 我这伤心了我 她思维相当敏捷 话马上就能跟上 我做不到 我脑子可慢了 对 我 是吧 我的眼神也没那么拟接 哎 我的反应需要 这身长一点 嗯 你看他 我现在见到您以后 就跟 就如同那毛方坑发达 是分用前进 我觉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 就说这事 谢谢你 谢谢你 因为你 我实在受不了了 咱们就说不成 都是朋友 都正常 那不是分用前进 不可能见了 就马上跟你结婚吧 不可能这是 人都在慢慢的磨练 慢慢的锤炼 慢慢的走向生活 我现在刚刚从这生活中 刚刚蹦出来 嗯 想迈入生活 您是离异的 我是离异的 您呢 我也是离异的 嗯 上次节目不是我录的 我简单的访问一下 您当时为什么离婚呢 还是性格不够好 离婚多久了 嗯 98年离 98年到现在有16年的时间了 对 您能告诉我当时离婚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哪一件事导致了离婚吗 确实没有太大的事 所以您跟这位先生情况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 他也是这样 嗯 就不会离 就咱们这个年龄了 肯定不会再有这个要求 所以您跟这位先生的情况真的很像 我认为他们俩多半没戏 因为他外表看着非常光鲜 你看白又高 他看不上他的 多半啊 这十几年来 您有没有觉着自己经常在一个人走路啊 或一个人办很多事的时候 心里边挺空落落的 嗯 有点 是 这十几年来您有过生病住院的时候吗 哦 也有过 有人陪您吗 没什么人 好 那我现在问您一个问题 嗯 你就直接回答我 假如这位先生咱们今天认识了 嗯 他突然有一天给您打电话说感冒了 哦 住医院了 希望您能去看他 您会去吗 哦 作为朋友可以去看看 但是去了以后您发现 是 您去了以后会发现 嗯 没有人陪伴他 哦 需要一个人 可能照顾两天 你有可能会帮这个忙吗 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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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他的 他说 照顾照顾 他需要啊 他现在需要人 需要啊 是吗 假如我需要 就编故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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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现在编故事啊 我现在编故事 对呀 您不知道我 我就是挖坑队队长吗 请您直接回答我 哦 我现在很严肃的问题啊 他特别希望您能陪伴他 就起码这几天帮个忙 可以可以可以 完全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哦 谢谢 您在哪儿住啊 哎呀 他不是真的 不是 好 我 我跟你说 我住丰台 哦 丰台 您呢 我在西城 哦 那是不是离得挺近的吗 哦 那个 广安班这儿 这也处于西城 没有 哦 我在 李时路 太近了 李时路 对呀 地下铁现在十分钟里到了 地下铁 对 您这词说的都是 地下铁 对 我们一般都叫地铁 那是简称 哦 应该叫地下铁吗 地下铁 地下铁 哦 应该叫地下铁路 所以简称地铁 是这意思吗 对 不是 我发现你真聪明 哈哈哈哈 我发现你真会骂人 哈哈 他现在就特别兴奋 你知道吗 这个女嘉宾 重画层次要比那个男一号 然后第二个名号 层次要高位 从刚才这位女士的回答上啊 我倒是觉得得给这个男士旁 得泼点楼水 绝对的 那肯定很大 你是不是也有感觉 我有感觉 因为你看啊 王方问道说的 如果她感冒了 你会不会去啊 这位女士就是 说了一个作为朋友 如果有需要 我可以去 你看她有一个前提 作为朋友 所以说可见这位女士呢 而且她老回头瞄老装 所以她还真没准 喜欢这阴险毒辣的 所以说 阴险生不是阴险毒辣 对对对对 反正都是阴险生 你觉得她是会退缩了 这个无法预料 我就退缩 我退 您对我们这位先生 如果让你给他打一个分 你会给他打多少分 挺好的 不及格 您说呢 打多少分 我能不说了吗 不及格 当然不及格呀 这肯定不及格 我认为我要给他打分 我要给他打90分左右 90分 对 为什么啊 90分行吗 就还是问我呀 真行您 为什么 这位先生您人特别好 我觉得在今天的场合中呢 就唯一一点我要提醒您啊 可以对在结婚恋爱的过程中呢 可能稍微含蓄一点 稍微含蓄一点 您就完美了 就因为我觉得像您的性格 在生活中做哥们 绝对是一特仗义的人 绝对是那个小品中 村晚小品中 郭东霖演的角色 有事您说话 就是您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在家庭生活中呢 如果跟一个女人谈恋爱 稍微含蓄一点 可能更容易让她接受 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这位女士 现在先生即将离场 你有什么话对她说吗 你没事 你大点说没事 我成不成是朋友 就是马路上认识 对啊 正常吗 这不是吧 你这意思是从朋友做起 咱们可以做朋友 没事 这是 别着急 你让人说吧 你看你的急性子 哎呦 您说 然后呢 就是作为朋友 可以聊一聊吧 可以可以 是是 他看不上他的 要求太高了 说的不好听 就是太狂妄了 我来帮您问问 您休息一下好不好 您有什么才艺吗 我 我才艺 你暂时一个吧 行 这歌是名字叫 我爱 我爱北京天门那个调 可能是吧 嗯 等我瞎瞎瞎瞎 我这激动 我这一见他激动了 一见创严就激动 天安门前 无形红旗迎风飘扬 新疆的各族人民 喜羊羊 自从来了毛主席和共产党 新疆的各族人民 喜羊羊 哎 很好 很好 挺好的 休息一下好不好 再见 大哥再见 行 谢谢 我心情很好啊 而且我就想 确实 这女的挺阳光的 我从心压力的就是不成 我看着 而且这女的话 我挺配合这种女人的 有那种 女人的那种倔强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您见到一号男嘉宾 之后什么感觉 作为一个恋爱对象 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呢 还是觉得交流一下 再来决定 这个太难回答了 这个我因为不太了解他 我会和这种感觉 这么一个人觉得 我感受到很明显的 在那里面 我感受到一种感受的 那种感觉 是有点 我感受到有变化 我感受到一种感受的 发生的 我感受到一种感受的 我感受到我们 跟我们这种感受的 是每个人都打不困点 感谢观看 这是一个婚恋观的探讨 我认为是双方 那我选择我被爱呵护我的 自己如果找一个特别喜欢自己的 就是女人能够有一种被爱被呵护 然后这种感觉比较强烈 安全感比较强 然后过得也比较踏实 但可能其中缺乏一些激情和浪漫 因为是人家喜欢我 并不是我喜欢你 我特别喜欢人家 但这个符合一个女人呢 尤其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女人的那个心理 但是您呢 您是喜欢一种 我喜欢她 我迁就她 我包容她 这就说明您在恋爱方面呢 还有点小姑娘的那种激情 女孩子在小的时候 通常会说 比如我喜欢奶男生 然后我就就是特别抓心挠杆的那种的 是吧 这是那个比较年轻的女人的那种心 这个女的我认为她要求低不了 凭她的身材 她这个白不知道是抹的化妆品呢 抹的增白剂还是真的白哈 反正我认为这个女的要求不会低 又是搞艺术的 那您到这个岁数呢 可能因为您心理年龄比较低 再也可能呢 就是说您过往的生活中 也许一直没有遇上一个 比较像您喜欢庄严一样 这么喜欢的一位男士 就您还没有遇到如此阴森森的一个男士 所以说呢 阴度不够 阴度不够 所以您一直没发挥您的那种 没满足您的那个情节 可能有这个问题 但是庄严就我就特别喜欢 她那个特别文静啊 就是这样子 我是不是太糊涡了 我自己感觉好像发挥的不错 我是这样看 就是您跟一号先生 可能他整个的那个形象 就是第一眼 您感觉就不属于您的范围 那是人家喜欢我 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觉得这种日子也没法过 我是有这意思 但是呢 你接受不接受呢 你就是了 你发现我都能承受这些 我真的有一个经历 我实在是不想说 前一段时间教过一个那个 比我大个五六岁吧 这个经济条件什么都是还挺好的 这个人就是 他也是特别喜欢我 我就是有三四年四五年 我就总也找不着感觉 真是的 你说他那个条件也挺好的 跟咱们也就算一个系统是吧 但是我对他的那些就是生活习惯 就是说不太接受吧 他就属于那种特别会过日子 然后从来不上商店 就是我们要有时候我特别爱逛那些什么搜购啊 什么那样子 我去看看啊玩一玩吧 我就说让他陪我去嘛 他都特别勉强 然后去了以后呢 他就说 这儿的东西都不能买 他们卖一件衣服得吃半年 你说他就这个观点 你说能跟他出来 您对这样的相对呢 刚才那位先生绝对是您说怎么着就是怎么着的一个人 这个女人带着一种真正的那种女人的 女人不是说特别强势 在强势的基础上 他还有一个温柔 撒娇那种感觉 知道吗 这叫女人 老是今天落个网孝子呢 那不行 他这个落了胳膊了 网了孝子了 完了以后 他说 我错了 他感觉给你来着 这 这才叫女人的 你看他挺至高气啊 括号跟我一样没信 这大姐其实是一个坚硬外壳的下边 里头极软极软的心 什么意思 她给自个弄了一壳 我是什么样的人 不断地告诉自己 最后连自己都相信了 你别分析的那么透形 这大姐会更直勾勾了 不不不 最喜欢这一款没事 多说一遍吧 您是那个广播电台技术人员 您不会是被他这个磁性的声音吸引了 那声音比我好得有的是 对 但是庄严就我就特别喜欢他那个 这个特别文静啊 就那样 就是有时候人家早就像时候 愿意跟前夫比 是吧 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前夫吧 就是很文静 非常好 是很文静吗 对对对 他们就是 原来你长得像他前夫啊 不是不是不是 不像 一点都不像 他是那个机关的嘛 他等于是高级执政退的嘛 拒绝我也好 不拒绝我也好 我的目的达到就完了 对不对 我也没说到的时候选谁 这个先生呢 不令您不满意的东西 或者说您找不到感觉的东西 不够帅 一个是不够帅 一个是表述方式 表述方式 没有庄严的门 你这样行不行 我们接下来的二号先生啊 有文化 二号先生呢 没事就爱看书 您看看这样的 您合适不合适 我认为他这个要求高 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嘛 因为他如果紧看外表的话 他也不差什么 二号先生上 二号先生您好 请问您喜欢读书吗 我酷爱读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现在这么说肯定是 他不当时都买吗 不 我多是年前 我就反对 因为我知道黄金是从200美元一盎司 涨到了将近2000美元一盎司 在股市有精力的人都知道 它的下跌空间很大 因为我对黄金不感兴趣 因为我不败金 您说败金 对 就买黄金都是败金的 不能这么说人家 大家就能说我自己 您拜祖 非常好 来 这可是一位爱学习的人 有文化的人 咱们掌声有请2号男嘉宾 您好先生 您好 陈一台爹 谢谢 您好 谢谢您 您怎么一直低着头走路啊 人生活要低调 低调 那我给您介绍一下1号女嘉宾 我知道了 我刚才看了半天了 在下面 您可以跟他握个手吗 不好意思吧 2号男士唐轩平 59岁 北京人 黎毅 自由职业者 选择语录 我要来选择弘扬正气 寻求精神富有 有独立人格的女士违谤 一见您啊 这个装束 确实像老实识分子 是不是带有点 知识分子书生的那种气息 他是干什么的 万一是 您的自由职业是职 就是没有职业吧 现在 作家 现在这个年纪了 你说还能去打工吗 很多 70多岁人还打工 人活得可幸福了 人也不是缺钱 就是找社会价值 那70多岁恐怕主要以脑力劳动为主吧 不可能再去搞体力劳动吧 对呀 那您这不是 您不读书人 他不也是在脑力劳动吗 您以前做什么职业的 我以前在医院上班 医生吗 学过医 医学的基本课 您为什么老低着头呢 我就想到一首歌 我说话就是这样 因为我看着别人 您能看着我吗 我要看着您吧 我会走神 喜欢你了 因为我是大姑娘上教头一会儿啊 您这感觉像一首歌 羞答答的玫瑰 静悄悄的开 不是 我这人是一个自残行贿的人 是不是自己没有自信啊 他上场的这个感觉 我看着不大气 我怕您的节目录出来 一期节目 观众根本不知道您长啥样 没关系 您到底来这做什么来了呢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衣帽取人 因为西方人现在都不讲漂亮 都不追求什么漂亮 对 我讲得太不漂亮了 这个我去 我以后得这么说 您是过谦了啊 您是过谦了 过谦 过于谦虚是吧 我是希望吧 我看对方 我不看这儿 我看这儿 我希望别人也能这样 就更好了 您什么时候离异的呀 我押运会闭幕那一天 二十四年前 这些年你一直是一个人吗 法律上来说是这样吧 就是没有接过第二次婚吧 你肚子疼啊 怎么回事啊 是吧 那赶紧休息一下 就在主持人对二号先生采访的过程中 同场女嘉宾高小健 突然称自己身体不适 匆匆离场的她 在演播室后台 向编导说出了真实原因 她上来人手都不够握 那一招怎么弄啊 她对人尊重嘛 她既然上选择了 她就是 就不应该这样子 一号还是那么喜欢你 你对她一点感觉到没有 我是喜欢我喜欢的人 您来到这里 说明您经常看我们节目 经常 有时候看一看 您看我们的节目时候 也不抬头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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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欢迎你 感谢观看 正公的 感谢观看 对 对 我们是 对 对 对自己有 在这十二年 对我启发很大 今天呢 对 对我说 我呢 他喜欢 你说朋友 他他 你去过 在这一年 成心的人 是 我让 是 是 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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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我 是 对我 对我 都可以 好 是 对我 我 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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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然后 然后 对我 对我 对我老 对我 他 他说 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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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所以 他 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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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说